第五千二百四十八集 开 一道血线标出 在帝家自成乾坤一片的小世界之中闪耀生腾 玄机化作一轮血日高悬虚空 随着帝家族人的阵法驱使 九天之上的血日净直爆散开来 在那硬木满是古古气息的尽头处 一尊硕大的神门缓缓呈现 规律至极 约莫百丈高的大门之上 生机和杀意并显 天道规则在显现后磨灭 各色的辅月勾差之痕 告诉着此地曾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 哪怕万载过去依旧醒目且射人 无数的小辈仅是惊鸿一瞥 蹊跷便是开始躺血不止 人群之中掀起了一丝慌乱 无妨 昔日的威压而已 不要看便是 帝家三爷开口一鹤 万众舞者进阶闭上双眸 不敢直视这扇古老的大门 好一个帝家 圣丹城的城主心中冷喝一声 立威竟然骑在了城主府的头上 这古朴的气息压得整座圣丹城都是笼罩在躁洞之中 与此同时 城外 叶尘也是被这股气息所吸引 睁开了眼眸 朱元望着悠悠转醒的叶尘 惊喜道 公子 你伤势怎么样了 叶尘 太神眸子一宁笑道 没什么答案 突然 叶尘想到了什么 直接看向太神 问道 太神前辈 你可知麒麟玉 随后 他便将天灵宗的遭遇尽数到来 麒麟玉 太神眉头紧皱 似乎连他的记忆 都是没有任何关于叶尘所言的讯息 太上世界千千万万玉 都颇为神秘 各自坐标 一般很难找寻 比如羽黄谷地 想聚天女的地界 也很困难 或许远古时期的太上世界 有这么一遇存在 但随着混沌麒麟异族的灭绝 都早已无迹可寻 就算是人非凡 可能也不知晓 不过 玄妖玉和麒麟玉 似乎有些因果 或许玄妖玉会有所记载 但 突然 圣丹城一声巨响传出 太神不曾回眸 叶尘自怀中 掏出一枚燃烧着淡淡火焰的玉印 玄机开口道 看来只能找酒火神殿了 朱渊却是揭话道 奉研究此人必有所图 从公子所言 一开始的示好不太对劲 他并不能代表 整个酒火神殿的意思 况且 此人知晓公子身怀混沌麒麟 确实不显露声色 难保有诈 一旦势不可为 凭我们的实力 若是强闯火神殿 在对方地界上可不好处理 玄妖玉底蕴雄厚无比 无量镜的强者数不胜数 即便是有太神庇护 一旦现身其中 面对的可不止 酒火神殿一股势力 竹渊 我不这么认为 此刻前往玄妖玉 正好合适 地家的事情 恐怕短时间内无法解决了 太神似乎想到了什么 玄机对着叶辰开口道 前往玄妖玉 酒火神殿 画面回转 地家 这便是地家的祖殿 光是威压 便是领得天弦境的舞者 抬不起头 地家高层立身虚空之上 俯瞰万千舞者 自信与狂傲之色尽险 开启祖殿 地家四爷率先行动 一滴金色的血液 凝成一道光芒 向着神门掠去 开河的古朴巨门 有了一丝松动 地家三爷 此刻也是面目凝重 与地家家主对望一眼 两道精血交融 化作一条通天神炼 鞭榻虚空 盗责之力一散 这俩老家伙 都是快要踏出内部了 单尊此刻 也有一丝唏嘘之感 原本以为 即将大开的神门 却是散发出一股 强大的斥力 那一丝松动的窃口处 屡屡混沌的蔑视气息 喷涌而出 地家四爷一个不慎 被燃去了右臂 无量净强者 在混沌力量面前 也是难以抵挡 地家三爷见状 玄疾双指并剑 齐根斩去了 地家四爷的臂膀 混沌之焰 他不可思议地 眸子睁大 为何我等血脉之力 会遭到祖地反噬 还打不开祖地的大门 说完他看向一人 目光望向地 正是银制面具的 地家家主 地家家主 眸子微眯 也是有些意外 难道是 我们的血脉之力 过于微弱 无法开启祖地 不被认可 我等血脉 都无法开启祖地 传承 或许只有地海那一族了 当年地海的血脉 是我等几人中 最为强大的 只可惜地海 对了 地海的孩子 不是出现在了丹玉 他人呢 地家家主发问道 地家三爷等人表情一正 万万没想到 开启祖地 尽会需要一个 被驱逐的地家后人的血 这是何等讽刺 关键他此前派人 对地海后人出手了 一旦地海后人 开启祖地 其身份 必然水涨船高 到时候自己的地位 会更加远离 地家的权力中心 地家家主 似乎知道了什么 冷哼一声 五指一握 一条神龙 从天而降 主人 有什么吩咐 神龙居高临下道 地家家主 谋子微眯 吩咐道 帮我确定 地海之子的下落 立刻 神龙龙眸壁上 虚空波动 天课之后开口道 他们似乎 离开了丹玉 前往悬妖玉 地家家主一听 威言道 将其带回 态度放低 与此同时 悬妖玉 叶晨和太神等人 自然不知道 他们正被 丹玉地家的人寻找 他们眼下 需要找到 酒火神殿 公子 这里就是 玄妖玉吗 朱渊来到 玄妖玉地界 感慨道 这里的山脉河流 比之其他 都是高大了不少 立身此界间 宛若蝼蚁看天 叶晨并未回答 直接捏碎了 手中的酒火令 一股燃着的莫名火焰 冲销消散 玄疾便是九天之外 一声凤鸣炸击 来了 天地间一瞬间的失色 恐怖的热浪 席卷了周遭 但却是并无毁坏 生灵之杀机 好恐怖的控火能力 这是太神 对于凤鸣九的第一印象 此人比想象之中的 要强横不少 凤前辈 好久不见 叶晨抱拳道 火红的长发飘散 粗犷的汉子 凤鸣九哈哈一笑道 小子 我料想到了 一定会再相逢的 不过还真是 出乎我的意料 宗主还真是 料事如神 凤鸣九心中难难道 前辈 我有一事相求 你可曾听闻 麒麟玉 叶晨一言 听得凤鸣九一愣 旋即 红发汉子便是反问道 你打听麒麟玉 做什么 难不成出事了 叶晨身怀混沌麒麟 他是猜到了的 但有一步 却是没料到 叶晨拥有的 只是还处于 成长阶段的 麒麟幼崽 该死的 竟然是幼崽 凤鸣九神色一寒 玄疾开口道 你得随我一同 前往一趟酒火神殿 此事 也许只有宗主 才有办法 朱渊却是下意识地 扯了扯叶晨的衣袖 轻轻摇头 一路上 他们也或多或少地 打听到了一些消息 传闻之中 玄妖玉内 生杀不绝 乃是一处炼狱之地 寻常舞者皆是不愿踏足 凤鸣九望向朱渊等人 轻轻一笑 玄妖玉 可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乱 不过这样的误会也好 有人始终保持敬畏 凤鸣九眼眸之中 满是对着无限山河的明亮 甚至闪过一丝宠溺之色 像是在望着自己的孩子一般 叶晨健壮 也是示意诸渊 放心 太神从始至终 都没有干涉过任何 凤前辈 麻烦带路 粗犷的红发汉子 旋即转身道 小子 有魄力 尽管他余光 瞥了一眼太神 即便是有着这般高手坐镇 但若是酒火神殿发难 玄妖玉的巨拨 可比这灵狱那衰败的天灵宗 强上一万倍 放心 若有变故 我凤鸣九 提头来见 一只真黄振斥而起 扶摇万里而去 在他的身后 火光宛若云霞般 久久弥漫 不曾散去 于虚空之中 熠熠生辉 延伸到目之不及的尽头 弦妖玉 酒火神殿 不过是靠近酒火神殿外围 空气便已经是 稀薄了不少 热浪袭来 令得朱渊一路神色凝重 太神的修为无惧 这等寻常的妖火 至于夜晨 他掌握神火 又有轮回神区 自然更是不惧 唯有朱渊 虎不堪言 公子 这地方好生诡异 明明这般炙热 可你看 口干舌燥 嘴唇已经开裂的朱渊 伸手一指 顺着环视望去 郁郁葱葱的翠莲密布 依稀能听到流水之声 新火而已 夜晨笑了笑 想当初收服圣天神火时 那奇异的火 可是令得无数志强乱了心智 出手杀自己人 不过考虑到朱渊的状态 夜晨便施展出鸿蒙大星空守护 朱渊这才缓和了几分 而此刻 五道轮回图内 玉皇族的女帝 屹立在破败之中 回眸间 废墟尘埃之中 蜷缩成一团的小麒麟 又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美眸一眨一眨 难难道 连你都沦落到这般田地了 只是这番话语 夜晨全然不知道 外界 太神也是在此时凝重道 这地方不简单 凤严九此刻踏步而来 向着夜晨等人大笑道 已经安排妥当了 随我来吧 一路之上 凤严九却是对于夜晨 先前提及的麒麟玉一事 闭口不谈 在她的身边 也是之前在天灵宗 有过一面之缘的熟面孔 这里是我的环宇 眼前的汉子把夜晨等一行三人 带到了一处天殿之后 便是 是以身旁的几人离开 来吧 来吧 感谢观看